现在我们开示 我们刚刚供请 冰陀螺婆罗多士是最有福报的 所以我们吃饭之前都会请他 当然在绿帐里面代表的是 牵身 共牵身的时候他必定到 其实我们的意念是什么 千师万侣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 凡是吃饭之前用感恩的心 这就是我们今日 真正学习吃饭之前 最重要的方法跟步骤了 也期盼你都能够真正的找回真主人 灵性不会生病 不会死亡的 永远记得 你要活得自由自在